大家好 我是孫女 還記得上禮拜上了一支版車幻宿的影片嗎 有一些片段愛與時常沒有剪進去 但又很想給大家看 所以剪了這麼一支版車幻宿翻外篇 請問可以幫你出計程車前跟拍到你家嗎 那我們要進去囉 好 今天是準備了些什麼東西呢 出茶又淡飯 出茶淡飯嗎 那一鍋看起來 煮肉飯 然後還有香菇雞湯 這種就是適合直接拌飯 好香喔 哇 吃飯 看你吃不到配飲料嗎 這麼可惡 有可惡嗎 有可惡嗎 對啊 你看 他不是想配飲料嗎 你看他多開心 你看他多開心找到飯了 這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快炒店蛋的 有入鏡嗎 他犯罪紀錄會拍下來這樣好嗎 但大哥幹的東西不只熱炒店的杯子 這也是他幹的 這也是 這是石荒來的 這也是石荒來的 雖然喜歡到處幹東西 但大哥其實是個好人 一聽到我要去換宿 一聽到我要去換宿 這 你是睡哪裡 我說二郎 我說二郎 我不睡啊 就這樣晒 你可以啊 然後大哥 我說大哥大哥 所以你要來坐 坐哪裡 大哥為什麼這麼緊張 二郎 二郎不能睡啊 那個有我的公圈 他怕那個公圈 然後我說 對啊 我也跟弟弟這樣講 你說可以啊 被單我洗過 我說 問你室內間 我說怎麼辦很悶啊 你要冷氣 然後大哥喔 11點 後3點2 整房間 砰砰砰 我說你不要整個 11點人家睡覺了 吸盆器 然後電風扇又狂吹 把那麥克風吹出來 然後弟弟就 把你們弄了 煩心的被單鋪好 然後我們就塞在 我說 這一定可以嗎 我們就說 可以啦 還沒有味道 可是什麼 那我猜什麼 要試一下 哈哈 那麼就給大家看一下 大哥跟大學長 苦心打掃的 本次的幻宿房間 阿亞用金有分 我喜歡這個房間 哇好可以啊 欸為什麼感覺跟上次來 找的有點噴香 其實有大概整理一下 這邊原本是一間 倉庫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 儘管入住的房間 旁邊是 工具間 都是大哥的東西嗎 對 都是大哥的東西 我沒有跟大家講 大哥的職業是什麼 是一個建築師 雖然一開始 我還是有點懷疑 因為他就是 感覺是一個很 很奇怪的人 但是看了這個 工具間跟他的房間之後 我就相信 因為他有給我看 建築師製造 呵呵呵呵 那我們去哪裡洗澡 三樓 三樓 我們不會在有 土司機的那個廁所 沒有土司機樓下 二樓 我期待很像 三樓 吐司機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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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是半壓上廁所 我們可以去那一層 無法幫大家開箱 廁所味烤吐司了 不過可以幫大家開箱一下 正常非廁所味的烤吐司 大哥的爸爸也沒八十 你等一下 我還會吃過 這是蠻奇妙的組合 微妙的美味 台中能動喔 吃吃看 這個應該台北沒有 有嗎 這個沒有 好可惜 蠻好吃的 就這樣吃了又吃 結束到大學長家的第一碗 隔天我們除了開板車到處跑 最後下班 大學長還加碼 教我開高空車 完全就是把我當接班人的培養 它這邊是下面操控 然後這樣子發動 然後做任何動作 一定都要加烏龜或兔子 你直接一搬它都沒有反應 按這個 這個 在這個 然後我們要轉到籃子上作業 所以把鑰匙轉到最左邊 然後我們的這個袋子要都在這裡 做任何動作跟下面一樣 一刀加烏龜跟兔子 然後我們上面等於變腳踩 做任何動作一定要腳踩 你先踩著 然後 然後 你這個是往上往下 這個是往上 對 然後現在是往下 往後是伸長 嗚嗚嗚嗚嗚嗚 所以就是拿它溼回去 你要是要體驗它多高 你現在就可以聚起來 這個嗎 對 往上往前 好像很可怕喔 對 它可以更高 這最長多高 這是幾米 這個21米 21米 以前我有聚高症 後來我做這個好像聚高症就沒有了 真的假 對 你右手不要動 動右手不要動 好 看得到嗎 對 它可以垂直 垂直 這樣就最高了 現在大概五層樓吧 五層樓 大概可以再伸長 哇 哈哈 那這樣你就一樣往後搬 謝謝學長 我五層樓已經滿足 功能體驗完畢 現在真的要把它開上板車了 這個是前進後退 左邊 右邊 你不要看手 你看前面 好 然後你先慢慢往前推 好 往左 不要太多太多 再往右 好 直直往前 真的可以上去嗎 可以 我握著你 好好 這樣很細微耶 對 可是這樣去超廣大 微調嗎 對 這樣要上去了嗎 好可怕 放輕鬆 右手放鬆 好 好 那我們上坡的時候要注意籃子會不會磨到地板 它會叫嗎 斜的 因為現在是斜的所以它會叫 然後你要看左右的輪子 你們在板台之內 就是一直看前輪就好 一直微調 看前輪就好了 對 後輪偶爾注意一下 我跟妳說後輪只看得到三分之一耶 是因為我太矮了吧 對 你太矮了 你可以往右看頭的關係 好等一下我叫你放的時候 右腳就放掉 好 頂到的時候就要放掉 好 好 差不多囉 好放 好 這樣就好了 根本就是你停的 哈哈哈哈哈哈 大概就這樣 大學長一日體驗 下班 下班 下班後大學長說有東西要送我 從這次獲得的伴手禮是 反光背心一箭 還有高低貓一頂 很新的喔 很棒吧 收工 有 有人說那要吃阿姨像 winner時代吃的星巴克 雙長茶 每次來地點 豆干就走进去 很好吃 还有那个红炒那个香味 很复古的味道 众多餐点中 他们推荐一定要吃的是这个 正典吐司到底是什么 它有点咸的吐司 不然你看 很怕这上面是不是香肠 对耶 好像走真好 他们吃蜜山 这个米的 是不是足了 香肠还有葱啊 全场沉默 吃到一半大哥讲起他国小的故事 我这个是回收场 有一个刮棚 刮棚上面有一颗 像篮球 两三倍大的骨头洞子 小五年级的时候 我是扫外扫去 我都会经过那个刮棚 出校门去扫棚道 注意那颗很久 我就站在下行面 拿着我们的煮烧板 煮烧板 你怎么够的 用力的 往上一搓 那个蜂巢 整个 然后 刮二分之一 真的刮二分之一 然后 我看我当场就 我连看都没看 我连那个凶器都掉在地上 一说 然后我就跑回那个 学校的教室 然后我在跑的时候 我一听到有多人尖叫 因为整个超长的 你都被叮了 几百人被叮 真的就几百人 然后 然后有很多同学 我被叮了 然后因为 我被叮了 然后因为我跑的方向 是健保制的方向 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小白痴 因为他比叮头 那个风 在他的头上 然后隔天早上升级 然后训绕主任就在谈说 昨天有了那个 小朋友推动蜂巢 就发现蜂巢不要再弄 要跟我们讲 要来摘除什么 就自己就这样 所以你没有去承认 没有啊 我都会承认 就是 你跟我干的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摄影机啊 说蜂窝教堂27年的大哥 就在刚刚被录下了自白 那个训绕主任是我的自然老师 那个蜂巢 他连夜拆除了 那个礼拜上 他就把那个蜂巢拿来教室了 对 他说这个就是那边的蜂巢 你很不帅 但大哥并没有因此收敛 还实随之位的犯下第二起案件 拿那个卫生纸去泡水 学校四楼 看那个车子过去 就从学校丢了 然后那个机械车就 其实那个我有被抓到 然后后来你听我讲 后来就有车子来学校 我后来我还去丢 然后后来你觉得老师就 其实他应该知道是我丢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教育就很好 他说吼 他说你没看到谁在丢 然后我说我问我不知道 他说他自己有看到跟我讲了 这个老师就是谁你知道 就是那个蜂蜂那个讯导主任 哈哈哈哈 丟未来自从三、四年纪的时候 他蜂蜂也想说 哈哈哈哈 好无诊计 他在做实验 想说成功能感化他 结果还一直死败 从三、四年纪一直感化到六年纪 他要去证调 他要去教育 你的教育没有用 失败失败 大哥就是爱的教育失败品啊 大哥因为坏事做太多 还定期做功德 半夜去我们家土地公 把食物不要吃的食物 都放在 他说他是做好事 我就去干嘛 哈哈哈 他说有人要吃 不是 你听我 你听我 我有一个厂商 中门在做那个 罐装饮料 他的罐装饮料都是没有品牌 都卖到东来的 有一次去开会 他说 就是拿两箱回去 我就拿两箱 那个谁敢喝啊 那个都嘛是没牌的啊 卖东来的 他不会没拆啊 我就拿到我们家的福德词 放到那边嘛 拜拜嘛 反正会有人干走就干走啊 也没有不对啊 有万一人家喝坏的肚子 你怎么会喝坏的肚子 那个是外销 没有品牌 你怎么看我 而且土地公有摄影机 我又没干嘛 你就是 没有没有 我拜拜共鸣放在那边没拿 谁帮我拿走 我都没追究 要不然就是手望香柱 我会喝茶 那有些茶不好喝 我就把他 拿到手望香柱 等那个办公桌上面放的 隔天就不见了 因为他们觉得要喝 就拿去喝嘛 没有怎样 为什么临场又来找我 我没怎样 呵呵呵呵呵 这时阿姨突然想起了一个大哥更经典的故事 你等下上车教室喝 How do you spell you spell 我看每次的 是大学英文的矿程 这样 小时候我妈就把我们送去补习班 英文就是老师都会有个交代嘛 所以就是你要 成果发表会 你可能背一篇英文文章 或上课 可是她的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都不会背啊 因为已经几次都没过 因为你根本不想学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又要发表 老师说那你我念一句你念一句 他就问我说 中文是说你只能够拼 newspaper这个单子 然后你又 spellnewspaper 怎么拼这个单子嘛 我就上台回答说 N E W S P A V 讲完之后她说thanks 然后我说 又好又好我就下去了 然后我就升到第二集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们的教育多荒谬你知道吗 靠着newspaper升等的男人 所以这个单子 E-Face的回望 没有啦后来我是从零开始自己学的 就把听说读学一年全部把他学完 然后三楼的电脑又长跳蚤 就是我夏天要学英文那一天 我又很记得 我就关在我们三楼有点小房间 每天看7月份啊 然后我记得那天早上一打开7月份 靠要 这个 然后一场 哎呦没 这天生死掉了 就那天我就记得 从那天开始 学英文 那跟跳蚤有什么关系 哦因为 其实关在里面啊 房间就有跳蚤啊 没有因为我学东西很激烈 是不是只要他住过的地方就会有他 我要学一件事情 我会一定要把它学好 就是所以我会很激烈 那房间现在真的还有跳蚤 没了啦 没了啦 是被误会的 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的宿舍 人家来 都说你的房间比女生还干净 我是一个很 整集的 真的啦 我对那个卫生怎么会很注重 后来喝完红茶回去的路上 才听到三楼掌跳蚤的真正原因 最高纪录五个月不洗澡 所以才会有 不是你英文都不懂 你丢不丢脸 哪个实在的 哪个学英文的历程 太立直了 她表妹在有时候带团 都跟人家说 哥哥我都跟人家讲 在车上我都用历史的故事 都举你的例子 没有没有 说学英文的故事吗 就是她从小步读书 放牛班到后来考 没有到家 我哪有到放牛班那么离谱 妈妈要叫你回去卖葱油 没有啦 那个是我们的教育 那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被笑的时候 我想说完蛋了 你们英文应该也不错 然后后来等到我学好 我说靠腰 你笑我的人 你英文怎么 你没有好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reduous的事情 就是说 开始讲英文了 我没有这个句话 就荒谬嘛 大哥终于学以致用了 感谢伴手里 感谢感谢 那我们要 回去了 所以她是报名 钓小卷才认识你吗 对 说不送不送 结果全家人又一起出来送客 那你怎么会想去 报名到小卷 刚好鲜水滴 鲜水压那一集 然后就想说 诶 感觉就是钓小卷 这个费用没有很高 嗯 就从台中开过去 然后就觉得 诶 好像可以去钓看看 殊不知 完全没有在钓 哈哈哈哈 可是这还是蛮有趣的 然后就想说 嗯 感觉 手空空的去 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就买了俊美 然后刚好就那个 她就有问说 有没有粉丝没办法坐车 然后就想说 刚好车子也都空着 就可以顺便在 我喜欢养 不是养沙利 我喜欢收集那个沙利 我们台北沙利群啊 台北沙利群啊 我们有沙利群组 然后每年都会办是沙 沙群会聚会 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沙利巨 沙利啦 对对对 然后那个 我那天结束 我要回台中 啊有没有人中不来的 或是顺利我就在他们回家 我记得那个办活动的组 台北人啊 住北投 诶那结束后 因为他办得要抽奖活动 办游戏 大包小包欸 然后你载他回去哦 因为我问他说 我怎么来 他说要坐捷运 啊我自己在台北住过嘛 住过了几年 我那时候捷运 爬上爬下 待那天我说 不要不要我带你这 我带你回北投 因为兄弟人都好好的 尴尬嘛 一个女生嘛 20多岁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就 我说你这很辛苦 应该不是尴尬 应该他觉得危险 危险 阿姨无情的突破盲场 拜拜拜拜 注意安全 下次见 拜拜 君子报仇 真的是一百年故啊 哈哈哈哈 你把你都跟我这样做 我跟你讲哦 我哪那么多仇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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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哦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要报仇名单还有哦 哈哈哈哈 不会吧 还是 你有欠到你钱啊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对这个 对其他人都太坏了 他已经得到癌症了 那是假的 哈哈哈哈 因为那个证明是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没听到哦 哦 没有啊